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都知道说 以前古人有说女人是水做的 可是其实我们去看了一下研究的结果 不只是女人是水做 人体有50%以上都是水 男人更是水做的 其实男生的体内的水分的组成 比女生还要多 我们会知道说 随着年纪的增加 其实身体对于水分的调控会更不好 水在我们人体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在 像我临床上我们就看过 有一个病人 我曾经收过一个八十几岁的老爷爷 他是从急诊来的 他急诊来的时候就说 肠子不通 后来进来一看 他原来是因为阑尾炎 就是我们俗生的盲肠炎开过道 其实肠子沾炎的状况 不是很严重 可是为什么他肠子蠕动不好 因为这个爷爷 非常的不喜欢喝水 他儿子会一直说 他爸爸每天喝的水分少于900cc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人体如果缺水的话 会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这种记忆力变差 甚至你血液中的浓度太高的时候 你就容易有一些中风 皮肤松弛 泌尿道的问题 特别是有一些尿酸指数比较高的病人 他如果说水分摄取不够 他很容易就造成痛风的疼痛 便秘就更不用讲了 口干舌燥 甚至有些水分摄取太少的时候 会有一些抽筋的问题 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其实要怎么样适度去补水是很重要的 所以相对的我们 接下来有一点点小Payboard可以提醒大家 小Payboard就是你起床的时候 先喝一杯温开水 甚至可以300到500cc的咕噜下去之后 其实很多人这样子的状况 那起来走一走之后 你会非常好上厕所 你就会改善你电密的问题 那用餐的前后都要配水喝 那出门在外 长时间出门在外 记得要带个小水壶这样子 那真的没有办法喝白开水的人 你喝一点提味的水 比如说泡一点柠檬片 有些人会丢一些什么柠檬草 香草之类下去就会很好 那尽量鼓励自己每天喝到 超过1500cc以上的水 对身体来讲都是比较好 不管怎样生病 其实都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心理很大的压力 然后都会让心情不好 那我们外科医师 其实所有的科别都一样 大家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社会上工作压力都很大 每个人都要找出自己 那个疏解压力的方式 这是我平常一个疏解方式 大家可能看到我每一次 看到我头发的颜色不一样 大概红尘黄绿蓝电子 我都有染过 那除了荧光色系 还没有很勇敢的尝试以外 那就是你喜欢变化 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样貌这样子 对 因为心情这件事情会跟生病 其实跟疾病的产生 还是有点连接的 那我们会知道说 这样子的心理压力 对很多人来讲 就有可能会有 跟癌症会产生一些连接 所以其实有学者已经 他们研究出说 大概有归类了几个人格特质 可能会跟癌症的产生有关 比如说这种 非常地谨慎 然后非常认真 非常劳心劳力的这一群人 或者是过度担心 过度焦虑的这一群人 或者是他可能非常地积极 想要去满足别人的需求 需要外在的认同 才能够让他自己心情 比较好的人 那另外就是说 可能跟父母亲 跟亲近的人 这种疏离感比较强 或者是说 有一些很长期 内心有过很压抑的生活 充满了那种愤怒的情绪 这种人 那另外还有 没有办法适当排解压力 甚至是有一些过往的 一些所谓的创伤式的这些人 那还有没有办法 好好表达自己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就是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压力 好好的疏解掉 那像这样子的人格特质 可能就会比较产生 比较容易产生癌症 那甚至很多人 在癌症的发生之后 特别是我们门诊 常常治疗这些 各式不一样的癌症病人 他们一听到这个癌症 这个消息 这个诊断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 很严重的心理的创伤 那这样子的创伤 我们做临床医师 怎么样子去慢慢地辅导 他走过这个创伤 那其实这个不是医生 一个人的工作 我们现在做所有的 癌症的治疗 都是一个癌症团队 甚至是说 最近这几年开始 我们开始介入 所谓的心理肿瘤的治疗 我们有专门做 心理肿瘤治疗的 心理的治疗师 心理师在做 他们的工作内容 可能包括 不是只有病人本身 而是连他的周遭环境 他所需要的帮忙 那他甚至是 他的家人 所需要的一些资助 那他可以帮助 我们临床医师去 找出说 可能这个每一个人 每一个癌症的病人 他需要的需求点 是不一样的 帮助我们提供 更好的治疗 能不能感谢